我們今次會操練輔導 因為我們上一次試過做過 做過的時候我入了一些小組 就發覺都頗困難 我們在操練 在下午的時候也做的時候 發覺不是容易學到的 我首先要解釋一下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關於為什麼回應人的感覺這麼重要 大家想像 譬如你今天剛剛被人罵了一段時間 在公司或家裡不公平對待 或者有人不肯聽你說的話 一直無告你 一直不聽你的解釋 然後你找我們 有一個人跟你說 你為他祈禱 你當時很傷心 可能也會有些憤怒 激氣 然後你去到那個人 那個人就說 你為他祈禱 你為他祈禱 你就要搖書他 但是你的心裡面是很不開心的 那時候 我們立刻指示人怎麼做 有什麼後果 就令到那個人覺得 你不知道我的情況 你不知道我的困難 你只是叫我做什麼 那個人是會 第一 你覺得 你說的話 真的不是我現在需要的 也有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我用到夫妻的關係 這樣形容 譬如 有個太太跟丈夫說 今天我上班的時候 被同事 無緣無故罵了一段時間 或者老闆發脾氣 就罵了一段時間 然後老公說 你說什麼 你說要祈禱 你祝福他 那就沒事了 但是那個太太說 我受這個傷害了 我們不是要 奏罵那個老闆 我們不是要認同奏罵老闆 我們所回應是這個人的傷害 當人受傷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聽到你所說 我知道你真的覺得很委屈 我就會選擇用知道 或者是感受 而不是明白 有些情況可以明白的 如果你真的曾經經歷過類似的經歷 那你就說 我都試過這樣被別人冤枉過 那我真的覺得我明白到 我覺得我明白到 就是覺得而已 因為未必的 因為他可能感受 我們都不能完全明白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 我感受到 我也感受到這種傷痛 那時候他就覺得 你會知道我裏面 你知道我裏面的傷心 知道我的失望 知道我的痛苦 他就會覺得有個人知道 當一個人很不開心的時候 例如小朋友 他很不開心 我們只是教他怎麼做 他不會覺得 他不會覺得避愛 但是如果我們有時抱著他 告訴他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和我欺負你 親你 小朋友 你可以這樣說 那時候他會覺得避愛 但是 是不是我們之後 就只關心了 不是的 輔導有一樣很重要 我們一定是引導他 找出這個問題 在哪裡 這個問題可能是別人的 是別人 不過他自己怎麼處理 我們都要引導他 怎麼發掘他處理的方法 然後 一步一步 首先引導他知道 這個問題在哪裡 然後引導他知道 解決方法 這裡我們再一次 重溫這個 輔導的過程 其實這些不只是在輔導 在個人溝通也是 我們首先 跟那個人建立關係 什麼時候都是 跟人建立關係 聆聽他 他所說的 然後引導他表達 幫他更加說出他的感覺 當他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覺得很不開心 覺得很煩 我們上一次 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我用這個做例子 就是 有一個人 分享到一個情況 就是他在 他自己上班的時候 有另一個同事 這個人在這裏分享 有一個同事 他的同事的媽媽 每天跟這個 我們當天在聽他說話的 這個人就說 他說 對方經常都這樣跟我說 他說 他的反應就是 我聽到 滿了 我聽到滿了 他覺得他聽到滿了 那時候 他不能夠回應到他 我後來回應他 我現在先說 我先回應 我先說出這幾點 我先說出這幾點 寧聽 引導他表達 當時我引導他 去表達 講出他的感受 講出他在想什麼 也都引導他思想 他的同事的想法 然後 第四 就是回憶和支持他感受 他覺得的感受 有什麼感受 以及他的需要 然後 初層次同理心 就是在這個情況 你會有感受 而高層次同理心 就是 可能會去到 他覺得自己失敗 覺得自己很困難 諸而處理 然後 我們快點說這些 第五 就是個人分享 我們個人的分享 這些後面 我都繼續繼續 第六 就是對質和澄清 就是說 有時我們需要跟他 講清楚 這件事 就是了解他裡面 可能他自己本身 有些沒有處理的 或者 讓他想清楚 其實問題在哪裡 是澄清的問題 然後 第七 就是帶領他分析 這個情況 以及探討處理方法 到底這個情況是什麼 其實基本上就是 引導 如果簡單來說 當我們回應他的感受 之後 就引導他找出 問題在哪裡 然後 去找出處理方法 以後的步驟 好了 上一次的情況是怎樣 有一個 姐妹 她就分享 她有一個同事 這個姐妹 A 即是當事在場 她就分享 一個同事B 那個同事B 那個媽媽 就年紀大了 但她經常都爬來爬去 拿東西 她就很擔心她 同事B 經常都跟同事A說 同事A聽很多人 她都覺得 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又覺得有點煩 又覺得有時候不想說 但她對於她就有個回應 她說 那你信耶穌吧 那耶穌可以幫助 這個是好的 不過她還沒有回應對方的仇 她就叫她信耶穌 那個對方又沒有興趣 那她就覺得 她沒有興趣信耶穌 我也沒有興趣跟她回應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輔導 我們留意 就是我們不會 因為對方沒有興趣信耶穌 所以我們就不幫她 因為我們輔導人幫人 都是出於外心 不一定要她信耶穌 然後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說 那要怎樣做 在場的人就在說 那你叫她祈禱 或者你祈禱 這類的說話 我就覺得 不是在回應她的感覺 以及不是在回應她的情況 我就說回我當日做什麼 我就問這個姊妹A 所以我說 當另一個朋友 你的同事 跟你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呢 這個了解她的感覺 其實我都不記得全部的細節 大約她說出 有些無助 想幫她 又幫不到 又覺得困難 困難去幫她 那我就回應回 我都知道你在這個過程 就覺得很困難 還有她說一件事 她說我很想要她的全福音 但我又不知道怎樣入手 怎樣幫她 又變成幫不到 而且很忙 其實她也說到她很忙 所以她又沒有時間 去跟她回應 又不懂得回應 所以說 我以後再回應你 但是她曾經有一句說話 她的同事D 就跟她說了一句說話 她說 在這個情況 耶穌會怎樣看呢 當我一聽的時候 她就說 這是她從手來 我一進口的地方 但是她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很忙 她回應 所以我都沒有回應 後來我就告訴她 可以怎樣回應 我現在所說的是什麼呢 第一 當我聽到她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第一 我就說 我知道其實 我欣賞你的心 你都是想幫你的同事 所以你現在說出來 你掛心她 不過你不太懂得怎樣做 但是你有這個心 你掛心她 你關心她 你又不懂得處理 然後我就說 我又感受到這個同事 即是你的同事的困難 我感受到什麼困難呢 其實她就 當我說這才說話的時候 她就覺得 你明白 知道我 那種困難 我又想幫她同事信耶穌 但是我又幫她不到 所以覺得有一種無助 覺得 不知怎樣做 就有一種壓力 有一種不開心 有一種失敗感 然後我又說出這個同事 我說我又感受到這個同事的感覺 那同事的感覺是什麼呢 其實 那個同事有很多地方很好 值得稱讚 是什麼呢 她很關心她媽媽 第一 就是這個姊妹A 可以跟她說 我聽你講 我知道你真的很關心你媽媽 很擔心她 因為她天天都在爬 你怕她又跌倒 你是很關心她的 還有你是會關心她 在這樣的情況 耶穌會怎麼看呢 可能她覺得 耶穌會不會關心我這個情況呢 因為好像耶穌不理這些情況 耶穌幫不幫到我呢 原來她的同事 同事B 也是有關心她媽媽 對於耶穌也有思想過 所以這方面也是欣賞 你也有想關於耶穌 到底耶穌怎麼幫到呢 當時我就回應她 其實她是很想知道耶穌怎麼看 而當時 姊妹A可以怎麼回應呢 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關心你媽媽 你真的很想幫到她 你也會好奇 耶穌看到這個情況 會怎麼看呢 這就是回應那個同事的感受 她也說 我真的沒有想過她的感受 我沒有想過她這麼關心她媽媽 我沒有想過這些 我就覺得我好煩 因為她覺得她經常說話 我又不需要回應她 為什麼我會想到這些事情呢 因為我習慣了聽說話的時候 盡量去想她的感受是什麼 她的困難是什麼 即是切身處理 當我是她 然後我就會想到 我又在當時也想到一個方法 我說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 即她在跟你說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她 我知道你很關心你媽媽 你又怕她跌倒 老人家跌倒 受傷很嚴重 所以你就很關心 你就很想勸你媽媽 不要跑來跑去 但她又不聽你話 所以你的心又很急 又不知怎麼辦 這是其一可以回應的 當這樣回應的時候 她的同事就覺得她關心她 而另外就是 她問過一個問題 你也問過一個問題 耶穌怎麼看呢 可能你的心裡面 可以問她 到底你問耶穌怎麼看 你是不是擔心耶穌看到她 也不管她 即是不關心她的事 好像不理人的痛苦 不理人 或者你在這裡關心 到底耶穌幫不幫她 那就了解了 因為她可能兩種 可能 要是說 耶穌也不理 要是說 這樣的情況 我媽媽 那耶穌幫得了什麼 我就回應了 我就說 如果那個同事 適當回應 我們都可以告訴她 其實耶穌是關心任何人的 他未信耶穌 耶穌也關心的 他都不想她跌倒 那耶穌可以幫得了什麼呢 另一個問題 他可以幫得了什麼呢 是幫到的 因為我們試過祈禱 有些人都是懵懵的 有些老人癡呆 就是了 思思想不太好 在祈禱的時候 是有個情況是改善的 所以 是可以offer 我們不如去祈禱 去幫助她媽媽 讓她經歷聖靈的時候 她就看到耶穌真 那麼好的時候 就可以幫到她說耶穌 在這一點入手 就不是說 你說你媽媽祈禱 你說耶穌 這樣的時候 她還未準備好 所以我第一步 就是我感受到 那個姊妹A 她的掛心 因為她覺得她很煩 又不知如何回應她 無助 就是這幾種的感覺 我又回應她 然後呢 我亦都會感受到 這個同事B 就是她怎樣可以回應這個同事B 去幫助這個同事B 就是先回應她的感受 我知道你 其實你很擔心你媽媽 你很疼她 不過呢 你又搞她不行 因為你叫她 她又不聽話 她每天都在爬 你怕她一跌下來 嘩 後果很嚴重 你是愛她的 那 你又問過那些問題 耶穌幫到什麼呢 問了她 知道她關心什麼 就告訴她 其實耶穌真的是幫到的 我們試過祈禱很多人 都有改善的 那這個情況 你想把我們去為她祈禱 這個就是一個入手 入口 可以去幫助她的媽媽 去信耶穌 以及幫助這個同事信耶穌 那就是說 我們回應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想做一些exercise exercise是什麼呢 首先我講一些個案 講一些個案的時候 大家聽到呢 就去想一想 想一想 然後就回應了 你覺得 這個人有什麼感受 可能的感受 那你感受一下他的感受 然後呢 你就可以試一下回應 OK 那我們講 第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在下午聽過的 我們就把這個情況拿出來 大家去思想 因為其中有人提出 有一個人發生過這件事 那這個人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都曾經有過一些低沉的情況 那他就有一個男朋友 那這個男朋友呢 就說他 你有一些情緒病 就離開了他 那他呢 就說 當時其實他沒有的 沒有的 那他就覺得 那個人冤枉他 然後呢 後來那個男朋友就離開了 那這個第一個部分 後來他真的有情緒問題出現了 而 後來呢 他又有 他又認識另一個男生 這個女生呢 他就可惜 又跟這個男生 那些關係不太好 就跟他有了性關係 如果性關係呢 因為性關係之後 他又覺得很羞恥 他就跟這個男生疏遠了 那也都因為這些事情發生 令到他的低沉 這個情緒病再一次出現了 好 好 那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給大家想一想 到底這個 這個女性 她有幾多樣的感覺 可能的感覺 …… 要告訴他 你要告訴他 你很信任我 即是我 感到你很信任我 不用信任你 那我沒有人送福啊 我沒有人送福他 會跟你說 好了 他這樣憂傷的時候 可以說些甚麼呢 沒有說話 現在呢 這位姐妹就扮作這個人 她現在很憂傷了 我們可以說這些話 很感謝這個姐妹 你笑人啊 不要吵我把手說 你哭了啊 你哭了你會說不定 我喜歡這個 現在哭了 全世界都好 我都好喜歡她 那麼漂亮的了 但她傷害你 也好 在這段時間 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 你不要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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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等一下 現在你所做的是什麼 不要緊 其實我們學習過程 沒所謂的 你再說一次那句話 你剛才跟她說那句話 又是 你非常多 你不用表演 你哭了會舒服一點 你哭了 哭了 他走了也好 至少他沒有機會再騙你 對 對 OK 這句話 你想想 當一個人很傷心 那個人走了的時候 你說他走了也是好的 這句話 其實是有時候可以說的 不過是哪個時候呢 最後 在後面當他的情緒穩定了 接立了他 然後才說 所以我們說每句話 我要分析到 我們是接立他的感覺 因為提議改變 例如剛剛有一位姐妹就說 你懸崖立馬是好的 那這句話呢 是 即是 就是 教導 他這個又不是教導 這個是 覺得你做 其實這個人是被迫分開的 那不是我原來 被迫分開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的時候 他因為有了性關係 根據這個人所說 他就不是因為 他 他不是因為 好像是懸崖立馬 和保安分手 而是他覺得羞恥感 但依然 當人很傷心的時候 我們說 你懸崖立馬 的時候 他的感覺 就不是回應他的感覺 而是覺得 你那個行動 是做得對 那這個 都不是 就是我不會說 他 是 不是 這個 是有錯 不過不是很錯 這個意思 就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回應他的感受 是最好的 那 就是我希望這件事 進入我們的腦 是需要時間的 是不容易的 OK 就是我們分辨到 什麼說話 在那個時候是教導 什麼說話 在那時候 是 稱讚 譬如 他那時候在憂傷的仇 你 稱讚他 能夠分手 懸崖立馬 那時候 其實他有一種 傷心的感覺 的仇 那時候 我們可以說 什麼說話 我會想到 那個人 你表達不出 我會想到 一起哭 我都很辛苦 是 這個都是一種很好的回應 來的 如果你真心哭 就是真心 你覺得 為他憂傷 你而真心哭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最好的認同 你哭 不過有時候 有些人 他有沒有哭出的時候 那可以做些什麼呢 當他哭不完 了 恢復了 你嘗試用你 對他說話 是啊 當我們擁抱了 當我們擁抱了 我試過的 是嗎 只是他哭出 我感受到 是 是啊 因為 其實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痛苦 因為 他 因為 趕著大 現在你是用 你 跟他講 你不要他 還有 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我們回應感受 最好用那個 你字 就不要說 我們都有這個感受 而是你會怎樣 是 我知道 他很痛 這樣 就這樣 就是 我說 我說那個時候 一定會流眼淚 現在都會出來了 不讓我出來了 沒有 我說 對 先放鬆自己 先 放鬆自己 你剛剛哭了 是不是放鬆了 哭了 都要放鬆 你現在在做什麼 放鬆 放鬆 是 你現在在做的是幫他處理這個憂傷 我現在只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回應感受 只是做一件事 回應感受 只是做一件事 回應感受 我走了 我跟他想一下 是啊 當然了 現在我們只是想 懂得怎樣去回應人的感受 是 喂 我知道你 那個感受 我跟後生說 我想你就是走了 當是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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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是很傷心 但當他問怎樣的時候 又會有不同的 他一問怎樣 他是想知道怎樣 但是 就算他這樣哭 他說怎樣 我也會說 我知道你很傷心 你 因為他說怎樣 我們就可以回應如何 我知道你很傷心 但是現在我就想你們 只是說到回應感受 因為我這個情況 我就把他很多的經歷 一起說出來 他說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例如 假設他現在說完 他剛剛就是 他說之前第一個男朋友 就說他 你有些情緒 病 所以就跟他分手 又說給別人聽 對不對 又說給別人聽 那時候他講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回應 我都知道你現在 是很不開心的 遇上這些事情 都很明白你 問不明白 我都知道 你現在的心情 是非常難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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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又這樣說 我都明白你 你難過 但是說 其實 其實 我知道你這件事之後 我心都很難過 但是呢 我 我都經歷過你這些事 其實 你信不信我 經歷過這些事 不信 不信 但是真是真人真事 是我真是 年輕的時候 經歷過這些事 但是 醫醫都過渡到 你都過渡到的 我介紹一個神秘認識 就是耶穌 這裡你就開始去解決 但是其實呢 我也想說 回應人的感受 不一定要永遠的 其實有時候兩句三句 不過在這個情況 你可以說出他不同的感受 我們現在嘗試 只是說出他可能不同的感受 就 原因為什麼 不是那麼快 然後又介紹耶穌呢 因為呢 因為呢 他是 即他的情緒 還在激動 不開心 接著呢 介紹耶穌呢 他根本還沒有準備好的 還有你說處理呢 他根本還沒有準備好的 那 OK 好 大家有誰想回應 其實回應不用很多句 不過我們可以說出他當時 我現在想大家說出 你會感受到他有多少樣的感受 那就是先呢 其實 這位姐妹已經說過一樣的了 你可以用麥克 你第一樣 你出一樣 我現在又想到第二樣 是啊 好 你說吧 你試試 你跟他說話 這樣 我想如果我明白你的感受 是你現在應該會很生氣 因為 因為你明明沒有那個情緒病 但是你讓他這樣說出去 我覺得我是你的話 我都會沒有生氣 是啊 是啊 這個說得出來是好的 我們字眼上 可以加一個詞 是什麼呢 你覺得被冤枉 冤枉 因為他 他不是 當時不是 但是對方覺得是 OK 好 那你還想到什麼 其實這個都是難受 怎樣難受 你說出來 就是什麼原因難受呢 對 因為他被別人害怕 說我有情緒病 是 有情緒病 有情緒病 有些年輕人很介意 是 所以年輕人喜歡做事 所以做事 人家說 你有情緒病 一個一個情緒 你有情緒病 是 人家都想不到 有情緒病 有情緒病 所以他真的 如果人家知道 有情緒病 他真的 玩工作很麻煩 很多人看病 有情緒病 你可以跟那個人怎樣說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有 情緒病 情緒病 要治療 最重要是你生前開朗 很多事情都解決了 但是你這樣 你要這樣 你生前 你這樣不開朗 有病 你減加 要 要增加 好 這一陣子我又截停了 我想說 當個人覺得 他被冤枉 有情緒病 後來也有情緒病 我們跟他說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有情緒病 那感覺是甚麼 最好用甚麼方法回應 牧師 其實我們需要不需要理解 他為何那個男朋友 為何要說他有情緒病 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需要 那時候是有的 開頭已經有情緒病 那個男子 小時候才有情緒病 就是男子之前 後來 那個男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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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已經有情緒病 那 他就很辛苦 因為 他連他父母都要蓋著 他自己 看醫生吃藥 然後 他每一天都 炸地出去 但其實 他就 出去了之後 他回家的房間 躲起來 他就變成 沒有人知道 他以為 但跟這個男子拍拖之後 他就 好像沒事 但那個男子跟另一個女子 一起 傷害了他之後 他就有少少復發 復發之後 那個男子就 唱他 說他有情緒 他的人有情緒病 將他這個 不想被人知道 連父母也不知道的病 他就告訴他 旁邊的人 告訴他 他這樣 所以他現在又再跌入 情緒病 其實當時他也是有 他之前也有 知情緒病 我想說 剛剛 早一點的時候 你的回應 另一個人的回應 就是 這個世界都有情緒病 這句話 不是一個好的安慰 有些情況是可以 最好就是回應 這個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 他被他的男朋友 說出他有情緒病 你就覺得很傷心 覺得他在唱他 背後說他 以至別人都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你很傷心 而不是說 其實這個世界都有不同的人 有情緒病 為何這件事是不好呢 我再一次用一個比喻說 譬如 有個人 適合被人打劫 又害怕 又生氣 又損失了 覺得不開心 然後你說 這個世界都有很多人被人打劫的 他又說 是的 很多人被人打劫 但是我剛剛被人打劫 好像 我現在 我辛苦 我們告訴他 其他人都打劫 並不能夠安慰到他的 但是有病 譬如你有癌症 其實很多人都有癌症 這個跟他無關的 但是或者情緒病 有很多人都有的 你有情緒病 因為他有情緒病 那件事 他不開心 而我們說有 其他人有 不會令到他安慰一些 但是這個 很多人容易用這個 其實是一個教導 就是告訴你 別人都有的 所以你有 不用這麼大件事 是一個嘗試去幫他 就是想去疏導 但其實是疏導 就不是回應他的感受 而早一點 另一位姐妹就說到 我明白你的感受 這一點我們都可以避免 嘗試避免 說的就是 我知道 除非你真的試過 那些很類似的情況 那你就說 我會明白 因為我真的受過這樣的傷害 我試過 這樣的時候 就說明白就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這樣 有個人被一個人出賣 他覺得很痛 然後你就說 我都試過被朋友出賣 他覺得你那個傷痛 都沒有那麼大 你說明白 其實你未必明白 所以我們這句說話 除非我真的 那種情況很類似 如果不是 我們就可以說 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情況 我感受到 可以用這幾個字 我感受到這個情況會傷痛 我也感受到你的傷痛 這些是要操練的 好 回到那個位置 先說到就是 內疚 被出賣 那種感覺 覺得你被出賣 你這個情緒病 就被他傳出去 你覺得憤怒 又覺得醜 那些人又知道 可能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他一定是 你有沒有覺得怎樣 你可以說 他傳了出來 你覺得怎樣 你就不要說 他傳了出來 你是不是覺得很醜 這樣就變成 他好像 你都覺得他是醜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他傳了出來 告訴別人 你覺得怎樣 這是一個練習 讓我們嘗試去想 這個人 給那個男朋友 說出去的時候 的感覺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不用全部的感覺 全都找出來 為什麼呢 我們只是讓他知道 我們看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我會回應你 這樣的時候 當他覺得被安慰了 你見到他平靜了 安慰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下一步 有些情況 有些人來找我們 輔導 他講的故事 一點都沒有傷痛 我們都一直回應 我們說 我知道你以前 曾經 有人對你說的 那些說話 令你很傷心 很不開心 他可能 押頭 或者一點點回應 這樣已經足夠了 我們就開始問他了 就是說 在你受傷的時候 到今天 你是不是還有這種受傷的感覺呢 因為我現在是練習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感覺 嘗試想想出來更多 有時候我們要選擇哪一種最主的感覺 最強的感覺 OK 好 他第一個男朋友那裡 可能還有一些可以問的 有時候有些可以問 但我們要記住 其實就是 問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想發覺他的感覺 有些不適合問的問題 例如 大家可以想想想 有些問題 是叫做 就是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他現在認識那個女生 是怎樣的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的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他現在還跟那個女生拍拖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這個 我們就知道 不是為了八卦而去問 而是想知道 可以問什麼 跟他有關係 這個男朋友離開 你現在 你還有沒有傷痛呢 你有沒有想起他 你想起他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這些就是 發掘他當時的 這件事 還有沒有影響他 知道的時候 我們稍後就可以知道 這件事需要 和他釋放 和他討告 OK 好 然後去到下一個情況 他現在有了性關係 和第二個男朋友 因為這樣 他也沒有見過男朋友 這樣 有什麼可以去了解 或者去回應呢 那現在這個男子 還有沒有主動找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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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找你 第二個 也有找你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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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沒有找我 第二個還會找我 第二個 有 你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你怎麼處理 這個處理和感覺是兩回事 我講一講 他問我的時候 我第一聲 我回應你剛才的問題 就是 你說這件事 其實我才想哪件事 因為我有幾件事 我不知道你想問什麼事 我想問第二個男朋友 我就沒有去纏繞著你 可以 他還有找我 這個纏繞 是有一個 英文叫做 Loaded Word 就是 帶有一個訊息 就是你覺得他是前你的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什麼呢 我們因為有一個 覺得他是前他 是不好的 是啊 哎呀 這個其實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就是留意 我們講的說話 你還沒有見他 你還沒有見他 我其實不太想見他 自從我跟他發生關係之後 我一直逃避他 你心裏面那個內疚感現在 還是不是 好了 等等 這裡你跳了 什麼叫跳了 你問他 你還沒有見他 沒有見他 的時候 你就馬上跳了去內疚感 他說沒有見他的時候 我們就 根據這件事來 去了解 或者在那裡完結 可以說 沒有見他 是不是你都放下了他 那就了解 了解 或者你還是深思思 了解他 我沒有深思思 我現在不想他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 他的心是怎樣 問題其實是 我們一定要跟他有關 我們要想著 OK 好 就是說有些情況 有些問題 我們需要了解 到底他對於 第二個男朋友 他有內疚感 我們可以回應他 我知道你有內疚感 所以令到你內疚到那個程度 你形容不出來 為什麼形容不出來呢 他會更加具體 即是說內疚到 你都不想見他 你都對他有些好感 你現在都不想見他 他心裡覺得好像很錯 是不是 覺得好像很接納不到自己 即是問他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而了解他 譬如他說 我現在都很接納不到自己 那時候 我們就要調整一個方向 就是 這件事發生了 那你怎樣重整你自己 這個就回到後來 我們可以處理的 所以第一就是回應他 實際上他的感受會有很多的 那我們即是習慣 習慣 有這種習慣 立即想到人的感受 然後才去想那個問題在哪裏 然後怎樣處理 其實你剛才嘗試發問的問題 你一直問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想 你想知道些甚麼 你想問些甚麼 所以其實我 如果我自己的時候 我每一個問題 我就會先自己問一下自己 我為何要問這個問題 我是想回答到那個甚麼目的 這個姊妹現在是回應 剛才發問那個姊妹的 因為剛才我說過另外的問題 就是說 你是不是還是心思思 想念她 因為她已經不想見她 而你回應中 就是她 她剛才問我的 她的問題就是這些事發生 這件事你覺得怎樣 你跟她 她還有沒有找你 你怎樣處理 你剛才問了我這三個問題 其實你每一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就會 我就會這樣想 你究竟想知道些甚麼 特別是你問我 她那個第二位男士 還有沒有找我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直接的感覺 就是有甚麼關係呢 就是對我這件事 就是我那個時候 即時那個感覺 而正好就是 我答完你 我逃避她的時候 你是完全沒有回應到這件事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 那你問你做甚麼呢 即我是即時那個感覺 我是想 從一個受輔導者的角度 去說回那個感覺 OK 好 那這個呢 一學習我們更加問蕊 我們問這件事之後 她說 我們現在都不想見她了 那你的心有沒有 就是還想念她 因為都很想她離開 知道她很想她離開 她就有種抗拒感 或者她受傷害 這樣的時候 就是那種傷害感 我們知道的時候 就回應那件事 那回應可以怎樣回應呢 比如她不想見她了 那現在你想起她 是否有種生氣 排泄感 就是很不喜歡她的感覺 我怎樣回應呢 我可以去到這裏 這裏不要緊 那這個呢 所以就是了解這件事發生 你會有的感覺 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了解 而看看她是否需要處理 譬如她說 都沒有什麼 我都忘記了這個人 我都不想了 那我說 那這樣 那時候呢 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 她真的忘記 這是好事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其實她的心掛掛 但她的口說是忘記的 那這個情況 看情況吧 如果她都說得很爽朗 我都不想見她 這件事發生了 我覺得很醜怪 我覺得很不想再想這件事 我都不想見她了 那時候呢 就很清楚了 她現在可能 她的最大問題 似乎就是她現在的情緒問題 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所以當我們回應完這件事 知道大約她的情況 又回應她的感受 我知道她的辛苦 然後呢 亦都可以回到那個 再後就回到這個情緒問題那裡 我回應一下剛才的問題 你好 你不想見回這個男生 你好像很想逃避她 會不會因為你 這一句 你要想一想 她不想見個男生 是不是一定逃避呢 這個情況是 但有時會可能 有時是逃避 有時是不喜歡她 所以這個情況應該怎樣說法呢 還有可能是生氣她的 所以我們是問她 而不說她是逃避 逃避是我們解釋 我們自己解釋她 覺得她是逃避 她或者不是逃避的 她是不想再見到她 有分別的 因為我覺得她不想見她 有些逃避的 原因就是 當你見回她的時候 會不會令你想起一些不開心的事 這是我們的想法 因為那個人實際上 有很多原因不想見她 我們不可以假設 因為大家想不想像到這樣的情況 她不想見她 可以是 很多原因 可以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們不用假設 我們問她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問她 你直接問 為何你會不想見她 因為這樣是最安全 原因是為什麼呢 當我們說逃避的時候 那個人明明不是逃避的 他只是說這個人這麼不好 我不想再見到他 他完全不是逃避的 他就覺得被冤枉了 有時譬如說 你一直在估 我問她是甚麼意思 就是評估的感覺 但如果你評估了三四次都不准 那個人未必想再跟你談 因為他覺得 說得你都不明白 會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有時有些表面 看到她很激氣 我看到你也有些激氣 我看到你 看到你 你不肯定的時候 你是不是心裏很激氣 這樣就可以了解她 OK 你現在嘗試繼續 即是說 當你知道她不想見那個男性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 其實就是問她 就是問她 你都不想見那個男性的話 他進來找你 你會怎樣做 這個就是怎樣做 怎樣做是另一回事 怎樣做 她又沒有來找她 即是說 你為何不想見她 就是這樣 其實她沒有提過 她又沒有去找她 是嗎 有找過 有找過 OK 因為她說她要去找她 OK OK 我們只是很簡單地問她 為何這樣就可以了 看見她就覺得會羞恥 對 這個一個可能的答案 對 這個是你所想的 多數都是這樣 多數都是這樣 我們不可以多數的 因為 她是太羞恥了 你都覺得 不不不 應該這樣說 有機會是這樣 不如等我回應了你 然後你再回應我 好嗎 就是你剛才問我這個問題 為何你不想見到 為何你不想見到她 因為我一見到她 我就想起 跟她發生關係那件事 我不用了 這個是你假設 這個是我假設 假設 這個是我假設 如果我是這樣說 她可以怎樣回應呢 我覺得 如果她都知道 其實我想 可能那個 當事人 她是想躲避的 那我說 不是和她處理回 她自己 可以見面 但是處理回 那個不是行性行為 那件事是不對的 那件事 處理回便行 OK 我想回應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我們以為那個人是準備好 有時候是未必的 我們就問清楚她是否準備好 為什麼呢 她說 我因為這個羞恥感 那你跟著就說 那你羞恥就不要做了 這個是 這是另一位姐妹所說 那就是這個 立刻就 有問題 她去悔改 OK 這一個就是 假設她是羞恥而不想做 有些人羞恥 她不一定當作她不想做 她只是覺得這件事羞恥 而另一位姐妹就說 既然她羞恥 那就趁機去教她 但是我想說 我們都要了解這個羞恥 因為這個羞恥有很多種 基督徒的羞恥 我得罪神 我悔改 這種就行了 她說 我很羞恥 我覺得我得罪神 我都要問她 她說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當然她說 羞恥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問題 如果我說 怎樣羞恥 有時候她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覺得自己很污衛 她可能很多回答 我主要想說 我們不要假設 我們不能假設 她是知序悔改的那種 她可能只是覺得醜怪 或者 失了身 很損失 很吃虧 什麼都可能 所以我們不能假設 她一定是哪一種 所以我就可以問她 你覺得 你覺得 羞恥 這個問題 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你問得不小心 她就覺得 你好像 說她些什麼 可以這樣說 你告訴我 你怎樣覺得羞恥 這樣呢 不是問 為什麼你羞恥 為什麼呢 這個字 是有一種 好像 我要撩起她 撩起她 但我只是說 你告訴我 你怎樣羞恥 這句話 我希望大家會試一下 你怎樣羞恥 你怎樣羞恥 我會這樣 如果我聽呢 或者我問呢 我會這樣問 你想不想再說多一點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避了三次的字 免得提醒她 免得提醒她 是羞恥的事 這句話非常好 為什麼呢 你多說給我聽 這句話 是忠誠 他想怎樣說 原因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不知道 而去 假設了 假設她知罪 她又未必是知罪的 其實這個過程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看到 我們 因為基督徒有一個 agenda 即是有一個 agenda 中文譯是做什麼 即是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我們想達到的目的 是她悔改認罪 求神赦免 跟著呢 就信靠耶穌 遵從神 以後不要再跟男生亂搞 這是我們的心 我們未必 她未必是這樣的 你想再說多些 是的 你想再說多些 如果她說 我真的覺得很羞恥 因為我犯的罪 這個真是很特別的 因為很少人會這樣說 如果她這樣說 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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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當她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怎樣說呢 其實我都很讚賞你 你都想到 原來其實我們都可以改變的 知道的時候 不做 再做 你已經進步了 我們可以再試一下 或者你多說些給我們聽 將情況 然後可以慢慢去學習 怎樣去跟進 OK 好 非常好的 就是可以讚賞她 而讚賞她 她剛剛說的說話 就是什麼呢 你會知道是罪 你用回她的說話 其實用回她的說話 你知道是罪 非常好 你會知道 當你知道罪的時候 可以怎樣呢 那你便可以怎樣 就是根據那句說話 如果她說 我就覺得 唉 做了這樣的事情 真的覺得好像 唉 一劈東西很丟架 這樣的時候 又不同了 那我又怎樣說呢 當她說 我真的很丟架 她說不要緊的 她是認同的犯罪 你猜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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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說 人都有犯罪 得罪 這個是 是屍殺 是 你也犯罪 你也犯罪 你拿錯了 龍神 她說丟架 她沒有說我犯罪 她只是丟架 因為丟架 是否一定是犯罪 我覺得沒有面子 沒有面子 沒有面子 沒有意思 你猜人是犯罪 你猜人是犯罪 對 那時候我說 是不要緊的 要丟架 這個就是 她說 知罪 我們就說 不要緊的 你求人是犯罪 可以犯罪 但她說丟架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 不要緊的 為什麼呢 她真的覺得很醜怪 我不覺得有罪 我是覺得沒有面子 沒有面子 沒有面子 你說不要緊 她在丟架 你想想想 有一個人出台說話 怎樣說的時候 就是 譚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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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說 不要緊 不要緊 每人都會 很多人都會 當她這個 有了性關係 她覺得丟架的時候 她是很醜怪 很醜怪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她覺得醜怪的時候 耶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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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辛苦的 是 這個呢 你又太快了 又快了 為什麼呢 你就知道 你不用 遲些才說耶穌知道 不可以說最大的一個 不是 而是 我們 我們 先回應她 OK 你試一下 你們試一下 還有 如果那個人 還沒信耶穌 你這句就不太入 我可以回應 其實都不算丟架 其實都不算丟架 你想一想 那個人 為什麼 你說不丟架 有一個關係 她說丟架 你說不是丟架 對 有性關係都不丟架 丟不丟架是很過癮 但是那個人 真的覺得丟架 我真的不想丟架 你不要解釋 你覺得不丟架 我問你 如果是你發生了這樣的事 你會不會覺得丟架 我不會被自己發生 對 假設了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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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天 你喝醉了酒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喝醉了酒 而發生了事 知錯能改 不丟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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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都不想 是啊 但是你都不想 在那一天 發生了的時候 其實我們 就是 我想說 很重要 很重要 跟人相處 和輔導 很重要 她說有這個感覺 我們不要說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她真的覺得是這樣 她覺得很醜 很簡單 有一個人出來講訊息 示範 練習 然後她一講錯了 我覺得很丟架 我們馬上怎麼說呢 就說你不是不丟架 而是什麼呢 不要緊 都是說 這件事不要緊 我們第一接受的感覺 這是習慣來的 我知道 你不用我接受 你試試 怎樣說 可以怎樣說 你試試 我知道你覺得丟架 你跟著可以說 不過我不覺得是 我覺得你很努力 你先接受她 你才可以將她改變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 但是性關係 你不可以這樣說 接立 不是接立她做 接立 不是接立她做錯這件事 是不重要的 接立她 她有這種感覺 人的感覺 有時候不能解釋 我接立你的感覺 怎樣說 我接立你的感覺 你要講出那種感覺 即是她講的什麼感覺 你便說 我接立你覺得羞恥的感覺 你可以不用我接立的字 因為接立 我知道你現在覺得很羞恥 我知道你現在覺得很羞恥 即覺得很羞恥 很不舒服 很不開心 這樣就接立 接立之後 我們可以 已經去到這個部分 這個羞恥那裡 可以在那裡 去引出 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為什麼呢 你不用說其他所有的事 她覺得很羞恥 那你就 我知道你在這個情況 會覺得很羞恥 覺得好像 想找個洞 躲起來 做一件很不好的事 那我們可以說 當你覺得 這種羞恥感 你想不想也有辦法 可以幫到你處理呢 這樣就好 好 我講到這個 當這個人覺得很羞恥 我們便接立 我們便說 我知道你 我聽到你 我知道你會覺得很羞恥的感覺 我知道很難受 很不舒服 即是形容出來 然後就說 看到她的反應 接著她的反應 跟著她的反應 停一停 其實很輔導和聊天 都一樣 我們習慣的事情 不要連續說 很多句說話 我們說 即是 看到她 馬上就給她機會反應 接著她又說 是的 很羞恥的 或者她的面貌都覺得很羞恥的 我們便說 我都知道很難受 那你想不想處理呢 有方法可以幫到你 能夠脫離這種羞恥感呢 這樣便不可以處理了 即是不可以開始處理 但是處理的時候 我們都要記實 那個方法 不要太過急進 即是永遠 輔導 或者跟人聊天 都是 好像一級級 這樣 她是一級 你不要跳地十級 即是不要馬上說 你都跪著祈禱 即是她還未到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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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多說一些恩典 即是神做甚麼 就不是你做甚麼 因為 恩典是人人都喜歡的 在這一陣子 我也知道會羞恥 我也有試過羞恥 我發現 真是在耶穌裡面 耶穌洗乾淨我的罪 祈禱很鬆很舒服 你怎麼想我和你祈禱 讓你的心感受到神的安慰 接立 因為在祈禱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出 提出 我們在神面前 我們都說 神啊 我得罪你 我們覺得羞恥 強力赦免 在那裡提出 比較容易 因為一個人 當他那麼羞恥的時候 用很強力的說話 他比較難受 而且 他去到那個位 你就在那個位 跟他相遇 又引渡他 他就可以提醒了 OK 我再講其他 例如他講其他的感覺 例如說 我覺得 生氣這個人 好生氣他 他這樣做在我身上 例如他這樣說 我們都認同 雖然我們不是說對 對 是的 這樣的情況 覺得這個人做在你身上 真的很不公平 有些我們可以感受到的 有些我們不知道 你多說一些給我聽 他講出 我真的很生氣 有時候 我知道這樣的情況發生 都會令你生氣 我看見你生氣 都很不開心 你想不想能夠有辦法處理 就可以進去處理 即是 接立了他的感覺 接受了 我們就可以 看到他也 接受你所說的話 他接受 即是他的額頭 他的眼神 好像覺得你接立他 我們就可以進入 你有沒有想怎樣處理 即是想不想有方法可以幫助你 或者譬如問他 你這樣生氣 你覺得 心裡覺得怎樣 即是有些人會說 很不開心 那你想不想能夠處理到 那個不開心 即是他講出那個感覺的時候 我們回應了 之後是可以嘗試和他去處理 即是有時候處理了一樣 可能因為我回來又回到其他 我們就選擇處理幾樣 你都看這個人 一說的時候 他好像不想說 可能他會說 一面對神 他不想說 我們就知道 但是這個人打開了門 因為當這個人 和這位姐妹說出 這個故事 這個經歷 是他打開了門 即是他想有人關心他 這門打開了 是有很多機會 還有連續的機會 不用一次過什麼都 如果他不舒服 我們就可以慢一點 然後慢慢再處理其他 看看他舒服處理多少 有時候人未必舒服處理所有事情 他又想幫他處理 但當我們幫你祈禱 或者開始這個方法的時候 他又可能會拒絕我們 即是他有信仰 他會拒絕我們 因為他已經拒絕我了 那他不跟著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就根據他的拒絕來回應 譬如他說 我信佛的 我不想用祈禱的方法 這件事 他有他的定見 那我們怎樣去改變他 我們就 如果你那時候 說法律幫不了你的 那未必有幫助 在那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說 好緊張 我聽到你這麼不開心 或者你聽到你都很艱難 其實我都可以幫你 OK 好了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 你所說的就是 我關心你 你是逃避了他說的 其實他說每一件事 我們可以跟他談 不過怎樣談 有時候是要逃避的 有些情況 他不肯面對我們逃避 他說出 他覺得我信佛的 我用我的方法 這樣 我們 其實這個真的 很要想自慰的 譬如說 嘗試就是一個 嘗試改句 你嘗試一下祈禱 這是嘗試改句 這個是 我們知道 最重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這是最重要 就是 因為我們要定策略 在這個時候 有幾種可能性 你 你 你會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我信佛的 你會用什麼方法 處理這個 你的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你的憤怒 你會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我去練經 你說 你 有試過 你覺得 幫不幫到你呢 就是 你就問他 為什麼呢 他說 他用佛的方法 不一定代表我要逃避 我就就是了解 你怎麼做 不要緊要 怎麼做 我去還神 比如這樣 他說 還神的方法 你怎麼還神 你覺得會不會幫到你呢 你以往有沒有這個經驗呢 其實這個方法 我在做什麼呢 我是去了解他做什麼 譬如有人 我傳方說我信佛 我會問這個問題 你在信佛的過程 有沒有得到什麼幫助 我會這樣問他的 得到什麼幫助 怎樣幫助呢 為什麼這樣問呢 而不是馬上說 信佛是沒用的 不行的 他信了一件 你又信 說另一件 他反抗 我就讓他說出來 他說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有些人都會這樣說 我是信你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幫助 有時候他會說出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應 幫助我很多 幫助很多 我問他怎麼幫助呢 我就問他 是信你 一拜他 合家 又有錢 又有面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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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我就會問他 我真的會問他 為什麼我不怕聽 我聽沒有問題 你便說給我聽 我便了解 凡事順利 不順利 我便聽 這樣的時候 就是 我一直聽的時候 我會說 譬如他真的說得 好好好得不得了 我會說 我聽到你 你真的覺得佛幫到你 我會說出這些 因為他覺得 他覺得不代表我認同 他覺得 我都 看這個隱點 有些人真的很封閉 他真的說 我會覺得信佛是最好的 會幫到我的 我不想再聽了 我不想再聽 這句已經告訴我 我不想再聽 而我們一直說 你要信耶穌 可能 即 未必改變好 那時候我們便要想策略 一個策略 你也想一下 當你有這個困難的時候 有一天 你真的很想找耶穌 你可以嘗試祈禱 耶穌幫我 這個就是以退為進 好吧 即你說 信佛 我退後 我說 好吧 我只要你有這種心態 不過如果你有一天 你想找耶穌的時候 你可以 求耶穌幫你 另外一種方法是甚麼 這就是直接一點 就是說 我聽到你都覺得他真的很幫到你 我知道在你的心中 我認同他 我知道在你的心中你很說服 他真的幫到你 覺得他真的很好 我都邀請你去了解 去分析那些情況 可以先問他 譬如他講講講 講到很多情況得到幫助 我一同會聽到他 我聽到你講這個情況 你得到幫助 這個情況得到幫助 所以令到你很說服 我都想你去想一下 這個是不是因為你拜呢 因為那個情況是這樣的 和耶穌真的很有能力幫助人 你都想了解和適及很多證據 這個就是我們先接立了他 然後我們如何估計 有一個策略 所以什麼時候 全呼音輔導 都是不斷每一句都是策略 當他在這個狀況 我先做什麼 我接立了他 首先我要學什麼 分辨我現在講這句話 是做什麼 我分辨到 我現在做這句話 我是想他想一想 以後想一想 或者我給你一些影片 你看一下 耶穌如何醫治人 你看一下 你慢慢想一下 為什麼呢 在那時候 我們跟他面對面對抗 是沒有不作用的 我們可以以退為進 用一個比較柔和的方法 這個就是 請大家在日常生活 和人相處 和家人相處 都是一樣 他在發脾氣 你一定要退 一定要退 你發脾氣的時候 你跟他對抗 是沒有不用的 他很煩 有時候我們可以進入關心 有時候可能需要安靜 有些男性需要安靜 這個就是在輔導的時候很重要 所以這個禮拜 希望大家 你留意到家人有些說話 你在想著 他在想著什麼 他的心態是怎樣 我怎樣回應 接受 總是接受 他說什麼都是 我接受你是這樣 我不是接受他 是對的 我接受你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用什麼策略 有些情況是接受 進入如何幫助他 處理釋放 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挑戰他 但他的挑戰是怎樣 方法挑戰 這個就是他的策略 OK 大家 你說 我有個弟兄 他直接跟我說 他說 什麼神都相信 我們怎麼會 那什麼神都相信 這種情況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他什麼神都相信 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就是你為什麼 會什麼神都相信 你有什麼經驗 你試過怎樣 他總是有人說 相信 我們就問他 了解 有時候有些人 你會相信 是沒有原因的 我就是這樣相信 有個人這樣告訴我 我相信 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一下方法 如何去引起他的思想 不要讓他覺得我挑戰他 那你覺得這個人 是不是說的話 就是正確呢 這樣 那你便 用這個方法 其實是挑戰他 不過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就是讓他 不要察覺到你在攻擊 就是我 用一個比喻 是的 這個就是策略來的 和順一點 這個是策略來的 就像獅子攻擊那些動物 他躲起來 慢慢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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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什麼 是用安慰 什麼都要學習的 這個其實是真的很好 對不對 大家回家 這個星期留意一下 某些人的 說話 或者他的情況 然後你怎樣回應 你回來 下個星期 說出來 然後我們便去思考 那個處理方法 我很想說 不要覺得 醜怪 哎呀死了 我又處理錯了 不要緊的 我都告訴你 我在神樂院 那時候 就是 七九年的時候 神樂院 那幾年我都學了輔導 誰不知 很多年都發覺沒有用到 我在這個院目課程 我是的確學到好好的 不過我發覺 整天都脫漏 我太太 她真的 她靈性很好 她有時候會告訴我 那我就一路改善 我是覺得有進步了 我是留意到 那個人說話 還有我想 我怎樣去處理 但是呢 我都發覺 一樣有脫漏 就是很容易脫漏的 很容易就 想做我做的事情 沒有活潛到他 所以這個是 每個人都要學 希望大家 最重要有你的興趣 有沒有這個興趣去學 有 有 我都覺得今晚 和上一次說 開始了解到原來 輔導 是怎樣的方法是對 怎樣的方法是錯 希望大家看到 就開始留意了 我很欣賞你們 欣賞你們看到 而想進步 這就是重點了 OK 很急 要慢 他了解 整天聽到他說話 整天聽到他在說什麼 就是整天都說 他在說什麼 他表達什麼感覺 他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感覺 然後回應他 我希望大家 把這些例子帶回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